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钟家瑶传人钟志伟 词雕曾传人曾锐 经过激烈角逐 最终钟志伟创作的 《斗财天珠祥和平》 有奉来一胜出 这件作品将作为中国的 赠予中哈友谊使者鲁斯兰 本期节目 接受主题创作挑战的是 专注当代陶瓷秘书的张静静 潜心柴烧月瑶青瓷的徐辉 两位陶瓷教育工作者 谁能更胜一筹 我们拭目以待 陶瓷是中华瑰宝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 是中国礼遇天下 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号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江西卫视 为您亲情奉献的 《一带一路》特别节目 《中国礼陶瓷记》 我是中国礼工坊的主理人杨岚 在这里也为大家再次介绍 我们主理团的四位老师 张一虎老师 大家好 陆荣之老师 大家好 吕品昌老师 大家好 李建深老师 大家好 我们这一期来参加的陶瓷艺术家 分别是徐辉和张静静 而他们选择的关键词 是卢森堡 杨助理和乡村振兴 这三个关键词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欢迎两位来到中国礼工坊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我是谢万菊 来自广西河瓷市宜州区 时任乍洞村的第一书记 我叫墨秋菊 我是乍洞村的村民 那两位来到这儿 是有什么样的委托呢 想委托你们帮我制作一部瓷器 送给我们来自卢森堡的好朋友 他叫尼克汉森 能不能跟我说了他的故事呢 2018年的时候 我们动养群众 叫种植那个黄金白香果 群众答应种了 但是我们那个村 都是一些老人在家比较多 那我都通过微信的朋友圈 找志愿者 让我感动的是一个老外 我说能不能让我也加入你的团队来 这是尼克汉森帮助我们的群众 搬运那个回料给白羊果撕回 这是尼克汉森帮助我们的群众收产解 从2018年到2021年 一直跟着我在乍洞村 去帮助我们的群众脱平公斤 三月份又跟着我 又到了陈关正的莲花村 跟着我一起工作 村民们都是怎么看尼克汉森的呢 村民们就是都非常的喜欢尼克汉森 他帮助我们一起种那个百香果 提高了我们的村集体经济 那我们中国理工坊 接受到你们的委托 我们来向艺术家转达你们的要求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两位陶瓷艺术家 分别是徐辉和张静静 我不知道吕老师对他们俩熟不熟 张静静是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的院长 也是一位比较有影响的当代的陶瓷艺术家 徐辉是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的设计学院的院长 在景德镇包括在青池艺术创作当中都比较活跃 他们都参与了很多国家重大活动的礼品设计 从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是不分伯仲的 势均力敌 而且都是学院派艺术家 闲话不表 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个阶段来看看 他们是如何准备设计和破题的 第一个阶段来看 再次来带来看 第一个阶段来看 在景德镇研兴学院的标志 这是一个拉美艺术家采锋团 在陶瓷大学 就是国际学院的这些 国际学生非常多 你可以说中文吗 好 你可以说中文 张静静老师的作品是有一点写艺风的是吗 他的作品曾经获过全国美展陶瓷铜奖 是抽象的材料表情 主要是突出造成记忆的难度 今天我们的作品就是 国际学生团队都参与了设计了 我们今天头脑风暴一下 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 把中国和卢森堡的元素进行一个结合 既要呈现中国特色 也要有一点卢森堡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又要体现一带一路的主题 你们都有什么想法 大家有什么想法 我们在纸上画点草图 然后根据草图商量一下 怎么来做 好吧 好 好 嗯 我认为是写一个这些东西 我认为是写一个这些东西 我认为是写一个东西 我认为是写一个东西 这些东西是写画的 好 这个是我的这种 来 介绍一下 这个稿子呢 也是参考了卢森堡本国的国旗 色彩是很符合它的国旗上的色彩 感觉嘛 是不是 中国的元素还是要怎么体现 嗯 我看到Luxembourg那边 有一个特别的舞蹈 跳舞的时候有movement 舞蹈的支援是一条线 和满移动 也有一样的想法 所以可能也可以从这边想到做一个作品 OK Good 很有启发 很有启发 他从紧张认出去了 我现在又回来了 来 进来 学生这里有做讲述的文章方案 您可以看一下 这是那个陈显慧老师的教学式机会 还有就是平时其他的 时讯老师的这个工作的报备要做好话 现在去我的工作室 我的工作室呢 就叫徐来商 我是做钦池的 然后景德正的陶池呢 它主要是以青花呀 粉彩呀这些为主 那钦池这一块的话 它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这一次回来 其实也是带着两地文化的一个交流回来的 用钦池把这两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的桥梁把它点接起来 因为其实浙江的钦池就在宋元之后基本上就已经没落了 到了明清几乎就没了 所以今天的农泉实际上是周总理50年代恢复的 在这之前已经彻底废弃了 当时青池传到欧洲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来自东方的这么美丽的一个器物 刚好这个时候呢 在欧洲有一部歌剧有一个主角 他穿的衣服是绿色的 然后对歌剧的那个疯狂的那种追求的时候 就给青池取了个名字 在法语里面叫雪拉桶 它这个雪拉桶实际上是农泉语的土话的意音 其实英文是塞拉桶 塞拉桶 但是呢 这个农泉人呢 就会把这个再翻译成农泉话 雪拉桶 这是浙江农泉话的发音 都都 程博士 我们到楼上去讨论下一个问题了 我们今天把那个器型把它定一下 这也是要一个团队 集思广义 对呀 头脑风暴一下 我想来用那个唐勇的方式 这个唐代的文化 我觉得代表了中国文化 但是我觉得这个唐勇可能对我们的主题 不是很贴切 不是很贴切吧 你看那个葫芦品那种 是不是有点好一些 它代表和我们这个房屋 和一个机箱的寓意 拿过来我看一下 这个葫芦挺好 就是这个寓意也挺好 但是这次来我们是从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未必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寓意 它有太深的理解 做礼仪的话 我觉得将军冠 将军冠很好的理念 将军冠本来就是大器 我选这个将军冠就是因为 它这个面够大 像葫芦品的话 两个东西放在一块 你要是拿叙事性的东西 往两个东西上面放的话 这个肯定更合适一些 以这个盖子的美感还是不够 或者是其他的寓意 主题东西可能会进行一些偏离 我个人的观点 我倾向于用煤瓶 首先煤瓶就是天下第一气 表示它的线条美极具东方感 它的文化属性也非常强 但是这么大的气形 要做青瓷 还要做细节刻画 再用柴烧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应 领德真有句老话 大气难成 我们这么高的 说三个博士 两个硕士等等之类的 来做柴烧 真是 都是学历很高 我们就是要做别的 没有做过的东西 我认为风浪也大 我喜欢你这句话 大卫 这个调研去了 是陶瓷大学乡村振兴的帮扶典 这个了解一下这个乡村振兴 现在有一些什么样好的举措 像你们在做些什么 作品的创作能够提供一些参考 这个是老的古戏台吗 对 我们乐平的每一个村 都有这个杠具的古戏台 这就是红十军的建军旧址 很美的风景 我不知道现在这周边 环境怎么样 山景特别美的 那我就要带你到水库上面去了 因为我这个作品的创作 去体现一个乡村振兴 还有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么你觉得从色彩方面的 有什么样的色彩 你觉得可以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 你看我们有红色 你这边有红色是吧 对 红色就是我们革命传统的颜色 然后还有我们的青色 你像我们这个满园的这个 这个稻田 稻谷的颜色 对 还有我们这个绿色 对绿色 绿色这个三星水旧 我也喜欢绿色 红色绿色金色 这三个颜色都不错 我会把这几个颜色 融融我的作品创作当中去 有动感像个飘带这样的一个造型 我比较觉得像雕塑 之前我一直在做一些现代陶艺类的 或者说抽象造型的一些雕塑 所以我还想是延续这个抽象的这个造型 那么结合一带一路的这个主题 用一种像丝带感觉的这种造型 来做一个组造型 在这个雕塑的中间的某一个局部 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的绿水青山 它的两头就是中国和卢森堡 代表性的符号 可能会选择卢森堡 它的果鸟代局 去呈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们也是第一次造这么大的 而这次的话 我们的文艺的装饰的话 我们采用叙事型 我在网上也把这个尼克汉森 他的照片找出来了 个子很高 那这张照片 他还带了一个草帽 我觉得都要在我们的作品当中体现 第二个呢 在整个构图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把人物 放在整个胎体的上方 下方的话有那个百香果 整个做为一个这样铺底 因为叙事型的 不是我们轻磁密射的强项 但是它是可以延展的 可以延伸的 我想把炸东春三个字 做到画面当中去 那有两个东西 就是一个是牌匾 就是之前我们门头上挂的那些牌匾 然后另一个就是什么呢 背客 为什么不可以用中国的那个撰客呢 在作品当中一个脱章呢 当然了 我们只是说构思 好吧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最难的是制作跟烧制 最后这一款是最难的 是 是 是 有些水 交易 也是 那些字简单 带来 有些花 叶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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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子 那刚才两位艺术家呢 一位要用柴烧的传统工艺 一位呢 要做一个更具有现代化的 这种造型艺术 我觉得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 很难比较 因为不在一个维度上 你拿一个苹果 比橘子哪个比较甜 很难比 两个人到底会怎么样进行下去 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其实我们做这个艺术创作的时候 有时候喜欢非常宁静的感觉 特别是在创作的过程中 有时候抬头一看 看到外面的一片绿色的时候 会让自己心情非常愉悦 也是有利于毕竟的这个作品的一个创作 其实每次拉配拉出来的东西都觉得像是自己的孩子 这也是个体力活儿 那手要把得住它 其实那个劲儿很大的 我试过一次 这个是不容易 这么把不住它 那个东西不得了 很难控制那个 其实过程很辛苦 当然只是拉一个小东西的话 你不会体会到就是里面的这种力量的消耗 你表面上看不出来波澜不紧 你好像这个手都没怎么动 但是实际上你手上使出来的力气 你是在暗暗的和陶瓷之间在较紧 quilt一是比较紧 呃 毁了 咋办 当然我还是可以 废物利用的 失败了也是可以重新把它磨成粉 是不是再重新再用的对不对 烧完以后也可以把它磨成粉末 作为一个泥料里面的骨性材料 就要废齿再利用 因为坏的时候我觉得 我看到了另外一种成功的希望 bajo 另外一种 他要故意把它冲撞成这种形状 就是我喜欢这种不断的一种变化 我不喜欢这种 墨守成规的 这种就是原型的 这样的一个形态 我觉得其实陶瓷 它是有生命的 银头也是很有生命的 吹柚就比较均匀 比较薄一点 一定要均匀 也不能太薄 太薄的话 烧出来以后很寡 差到好处 但是这个青柚 一般都会偏厚 火子薄了以后 青柚就挂不住了 不是 没有肉材我们叫 而就像女人也没有脂肪 我们这种微胖型的 特别喜欢听到这样的话 好吧 在这一方面的话 大家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这次的主要的目的 是在这个区域 好吧 在这个区域 好吧 其他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为这个作品 在做准备的 好吧 整个摇式它空间很大 我们是决定把它放在 我整个摇式的空间的 右边的偏下 但是我其他的区域 我要做一些 挡火的作用 这样的东西 包括一些蓬板进去 要影响里面的火路 火道的设计 这是很科学的 这样的话 才能够又烧得好 又烧得升温又快 我赶紧把它卷起来 把它那个支钉 开始处理一下 好 做支钉吧 如果说你有一打 要在一个空间里烧掉 你过现在有蓬板一层 过去没有 怎么办 在每一个碗 或者每一个器皿的下面 打点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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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就可以再烧很多 像我们这一个摇的空间的话 可能接近要今天满到将近 20个小时 走嘞 走你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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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工 好了 这件作品放进去的时候 其实我站在门口迟疑了很久 一直看着它 其实这个心里的感觉很复杂 这种不确定性太强了 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太聪明了 就是在一个烧木柴的时代 仅仅是通过这个摇体的设计 能够让里面达到1300度的高温 真了不起 我觉得这真的是古代的黑科技 中国古代的烧字 有两种形式 那么一种形式封闭式的烧字 一种是裸露式烧字 裸露的烧成方式 那烟灰可以随便 就是落在器物上 然后再形成一些窑的变化 那么从宋代以后 为了使得瓷器更加完美 更加精致 所以它就把瓷器封闭式的来烧制 那么就形成了 像个龙屉一样 一个蒸馒头的屉一样 完全封闭 任何灰尘都进不去 所以烧出来的瓷器 特别是宋代 有那个预制的感觉 我们的画面里面包含的内容比较多 卢森堡的国花 月季花 中国的国花 牡丹花 这个元素呢 就通过最中心的一个位置呈现出来 但是我好像隐约看到 它的图里边有那个东方明珠什么的 这个雕刻估计得雕三五天吧 不同于一般的就是在平面上的雕刻 它整个是在一个旋转的 动态的这个雕塑上面的这种雕刻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是最难的一个点 所以它的成功率 我看最多也就是20% 它现在实际上已经干得差不多了 现在它是在干坯上进行半刀泥的雕刻 半刀泥呢 实际上是中国传统雕刻的一个技法 它是一边深一边浅 用浮雕的方式在创作 就是它还没有上钥呢 它还没上钥 还是钥 泥钥 现在把这个雕刻好的胚体进行 第一次烧成就是速烧 现在的这个胚体非常的脆弱 稍微碰一下它就掉了 那么速烧完以后 它有一定的运动 但是还可以上钥 它这是电咬烧的 把它温度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会满 烧到三百度 烧到五六百度一个阶段 六百度以后到七百度一个阶段 大概要六个小时左右 姐姐 你来了 你今天为什么叫你来吧 金石为开 是吧 是要烧得好的东西 对 好 来了 烧不好你全部买单金石 没问题 这责任大了 点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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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个班 排班是吧 阿德那个老的排吗 你们三个排吗 反正我是欺负自全程的 好 是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是他们烧的24小时 得有守着这个窑吗 柴窑要三天三夜都要烧 三天三夜都有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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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温其实很快的 就是我们一直控制它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面的温锥 哦 就这样把砖拿下来 可以看里边的温度 哦 观察温度里面它有测温锥 现在属于快速升温阶段 艺术创作呢 是一件很感性的事 但是烧窑呢 在我这儿是一件绝对理性的事情 我们会保证 遥厉的每一次温度啊升温 都在把控中 每一次火焰都在我们的计算之中 1100多度了 但是温度到了这个时候 就上得很难上了 到了1200以上就温度非常慢了 它这个磁土到了1200度以后 它才磁化 然后再到1300多度就浴化 就更好 浴的品质就出来了 现在目前呢 就是雕刻已经全部完成了 但是这个还是配体的表面 一些细节的处理 如果有粉末的话浮沉的话 油就上不去 所以它要用水 它要清理到那些粉尘 补水 因为这里有一个 有一条小小的裂缝 这条裂缝的话 如果不把它修掉的话呢 它刷完是只会越裂越大的 现在用的是一个 这是用的是煤油 煤油是可以把这个 配体上这种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种裂纹 可以呈现出来 就这个位置 而且你知道吗 一个人全身贯注的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肯定是有心流的 有幸福感的 它和这个东西 好像在对话一样 我们去挑一挑我们作品要用到的清幼 这是我常用的一家幼店 黄老师 你要什么样的颜色 我看看 我 这个上下油真是奇倍 找什么都能找得到 其实也是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个非常完整 你看色号什么都能找得到 对 在景德镇 只要你有想法 就有人帮你做出来 就能实现 二十九三十一吧 二十九三十一两个 一个偏蓝一个偏绿 就这两种 我就试这两种 好吧 好的 你去淘个菜不辣 你去淘个菜 师傅 让郑去淘个菜 做个小摇工 再淘一个 以后你要接班的了 好 好的 再淘一个 好的 现在要准备开始上钥 这是昨天买来的钥 放了一晚上有点沉淀了 这只是第一遍上钥 后面还要放一个 因为它刚才雕刻了以后啊 它要把雕刻的缝里面 它先填钥 填完之后 再上这个钥的话 那个 否则那个空隙里面 刻的那个刀纹出不来 好 天下要晒一晒了 太湿了 这也是在喷钥吗 对 这就是喷钥了 对 这就是喷钥了 但是喷钥 然后 要收拾 不想打开 你 要收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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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这两位艺术家都是大学的院长 陶瓷大学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以陶瓷命名的一个多科性的大学 所以我们去年经过多方的努力与美国阿尔弗雷德大学和国际陶瓷学会 共同牵头发起了一带一路国际陶瓷教育联盟 那么主要是希望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之下加强国际间的陶瓷艺术交流和人才培养 现代大学的功能和过去其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不是光是批量生成 还有很多优质的有个性的学生也在这个平台上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所以将来看的话这个大学教育仍然是这个主力军 同时不可替代的我们这个口传心受我们这个师承关系 也是我们一个宝贵的传统它还会延续下去一直存在 好 咱们聊了这么多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也别忘了咱们要去看看这一组的两位艺术家究竟谁的作品能够胜出呢 要不然咱们就一起去眼见为时吧 好不好 来 走 造识别 造干预 莫把抑郁当叛逆 共同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理工坊 我是中国理工坊的主力人杨岚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一起见证本期中国理的诞生 先请几位老师入座 那么究竟谁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呢 我们首先有请本期的两位陶瓷艺术家 徐辉 张静静 你好 静静 来 有请 你好 徐辉 好 两位艺术家呢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 他们共同接受的是一份有关乡村振兴的委托 两件作品当中只有一件能够入选中国理 究竟谁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呢 那我来宣布一下投票规则 在现场呢我们有四位主理团的老师 有十位媒体评审团的老师 还有四十位大众评审团 为了让我们的投票的过程是非常的慎重 而且是公平的 我们先会请两位艺术家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那现在就把这个舞台留给张静静老师 请您首先来做自己的作品陈述 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张静静 今天我带到现场的作品是现代陶逸 清白词 词录心语 谢谢大家 这件作品是清白瓷的现代陶艺作品 我用拉配成型的方法 进行作品造型的塑造 成为一条飘动的丝带 在丝带的表面上 左侧装饰了卢森堡 千堡之国最著名的古堡 和卢森堡的国花月季花 同时在作品的右侧 是我们中国的著名的建筑 以及我们中国的国花牡丹 将它们串联起来的呢 是中国和卢森堡两国 同样都具有的美丽的绿水青山 作品的中部是和池铜骨 是藏香文化的代表 我们陶瓷川有一句俗语 十元不抵一方 十方不如一个抽象的雕塑 在足道两厘米厚度的胚体表面 进行精细的双面雕刻 它的工艺难度可想而知 我做了八件作品 最终只成行了一点五件 同时在烧成方法上 我采用了全智能的高温电摇烧制 这是我在全国两会上 向人大提出的 在陶瓷行业要推动绿色革命 灵探陶瓷的这个建议的落地和实施 这件作品是用陶瓷铸铸铸起的 中国和卢森堡之间的友谊之路 更是尼克和谢书记 携手为炸洞春修建的乡村振兴之路 这更是一条绿色发展 世界香炉的未来之路 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有请 下一位陶瓷艺术家 徐晖先生 大家好 我是徐晖 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 《月瑶青池》《梅瓶》 《密社百乡》 大家都看到了我的这件作品 《卢宾是玉 无水是水》 它就是青池里面的天花板密社池 青池它在陶瓷领域 应该说是技术难度最大的 我拥有了传统的青池技术和古法材杀 我在器型当中选择了梅瓶作为载体 梅瓶是中国陶瓷器物里的经典器型之一 梅瓶和密社池的结合 我承载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在整个创作上面的话 我采用了中国的剪纸艺术 作为我的表达方式 然后施以化妆土的雕刻就要完成 整个故事我也是围绕着 卢生堡的退休警察尼克汉生 他是乡村振兴脱贫之父的一个故事 我希望把它栩栩如深地表达在我的作品之上 时光会流逝 我们的记忆会慢慢地模糊 我希望我的这件作品能成为这段美好故事的记忆的密码 当大家但是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 它能重温那段美好的故事 我的这件作品它不仅是个器物的设计 它更重要地深化了中国文化传统 以及国际友谊 最后再对构建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上做最深的质疑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留出一点时间 来近距离地进行观察和观赏 好 各位朋友 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启投票通道 进入投票环节 如果你喜欢张晶晶老师的作品 请投一号 如果你喜欢徐辉老师的作品 请投二号 好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在我们揭晓结果之前呢 让我们来听听竹力团的老师们 对这两件作品的解读和评价 我觉得他们在主题上都是非常贴切 围绕着一带一路国家 以及绿色的理念在进行创作 张晶晶这件作品以一个非常形象的带状物 来表达一带一路直观的理念 同时把两个国家著名的建筑 以及国花 包括我们广西壮作的铜骨都放上去了 那么徐辉这件作品呢 它是传统中来 它采用了中国密射池的制作方式 他的这件作品 我觉得很好地完成了 他的所有的想法 包括从主题思想到密射池的体现 唯独我觉得有一点不足吧 他这个选择的瓶子造型 我觉得过于传统了 应该再放开一点 把他的理念表达出来 其实我还是觉得有一点意外 就是说我虽然认识两位作者 我没想到徐辉在回到景德镇 居然把密射池作为他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这哥们还挺不错的 但是我刚才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 我说怎么做了这么的宋代 怎么做了这么的没品 但是我一看那个雕刻的内容 和雕刻的手法 和他表达这个故事内容 我觉得也还不错 那么看看张晋晋的这一件作品 已经有了很明显的 他自己的符号 我首先要说的 就是徐老师您的作品 看起来是无比精美的 也竭尽您的所能 达到您维护您的传承的那个重任 毫无疑问 张晋老师是在做陶瓷艺术 非常早的一位女性艺术家 也做得满国际上 大家都认知的 我觉得这两位路子完全不同 一个是走的是 以谨守规范 谨守典范 然后在里面有创造有进步 那么张晋晋老师 他是另辟心境 就是没有把传统的平行 或者这个形制来做 就是通过一个飘带的形象 然后里面再把那些蕴含的故事 做在里面 我倒觉得这个维瓶里面 本来是传统的心境 但是他里面做了很写实的人物 很写实的村庄 他把这个村庄的景观 都创作在里面 各有长处 又都是很有实力的人 所以就难选 好 我们四位竹力团老师 究竟把他们珍贵的一票 投给了谁呢 投票的结果马上就要揭晓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请两位艺术家 走进自己的作品 站在自己的作品旁边 究竟谁的作品会最终胜出 成为我们本期的中国礼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三 二 一 揭晓结果 拨重绿意 收获生机 拨重清香 收获赞美 拨重汗水 收获幸福 幸福是奋斗过后 苦尽甘来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三 二 一 揭晓结果 张静静老师获得了67分 我们首先要用掌声恭喜张静静老师 您的作品呢以较高的得分胜出了 当然在这里呢我也想采访一下徐辉 自己的这件作品同样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而且也能够体现出你在轻词方面的这种造诣 心情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个人而言来的并不是一个竞赛 来这里呢我觉得就是说也是一个使命 我在景德镇弄堂里早大 17岁去年波然后看到了这一抹心率 我就觉得我去研究它去创作它 今天我来这里我觉得非常开心 首先就是说我通过这个平台 向全中国去展现了新时代的艺术家 对新时代的密社的认识 对亲持的认识 让更多的来去喜爱密社词 好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徐辉 请入座 张静老师 恭喜了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评审 来说一下你的获奖感言吧 借到这个中国里的设计任务 其实我的心中非常的激动 这件作品的创作对于我来说 不仅是让我呢 从房南的工作当中 能够抽离出来 全新地投入到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去 像是我的一个重新的出发 这件作品能够入选这个中国里呢 能够和卢森堡结下这一段新路之旅 我觉得特别激动 谢谢大家 我们老觉得一个多月的时间蛮长的 对于陶寺艺术家来说 是非常紧张的时间 几乎没有出错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这一路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当年宋徽宗说 雨过天晴 云破处此般颜色做将来 这天晴色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颜色 我们再次恭喜张静静老师 您的作品将寄托着广西炸洞村 村民的深情后裔 送给来自卢森堡的尼克汉森先生 好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 中国理工坊的特派员王震上台 送上我们中国理工坊的 电子确认书请您签字 张静老师 恭喜您 您的作品将作为 中国里陶瓷记的优胜作品 赠送给为共建一带一路 贡献力量的国际友人 谢谢啊 请您确认签字 好的 谢谢 谢谢两位 到这里我们本期的中国理的节目呢 就已经结束了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下期节目再见 因为又有两位非常优秀的陶瓷艺术家 即将把他们的惊人之作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以礼相待 为美启程 感谢你收看由江西卫视为您亲情奉献的 一带一路特别节目 中国理 陶瓷记 我是中国理工坊的主理人杨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一期 中国理工坊将接受义乌市鸡鸣山社区的委托 定制一件磁礼 赠送给外籍条件员 国际老娘舅帕米 接受主题创作挑战的是 陶瓷雕塑传人陈老明 青年艺术家林老明 传统瓷雕与现代陶瓶的对决 谁能更胜一筹 我们拭目以待